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罗斯的闪电战闪了第558天了 不但没能拿下乌克兰 还闪断俄腰 差点闪断俄命 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已成为常态 俄罗斯人终于感受到战争 离自己并不遥远 最近不少人还在鼓吹俄军 在罗伯泰尼用一吨的瘟压弹 一次歼灭一万乌军 乌军毫无进展 只能说开心就好 一些不具备基本知识的人 认为乌军两个月推进几公里 到达亚索海要几百年 一公里损失好几万人 全部拿下又损失几百万乌克兰人 这样的人很容易赚流量 但一点都不真实 乌军在开始过雷区的时候比较慢 一旦通过雷区 将苏鲁维基的防线冲击崩溃 后面可能就是机器化推进了 分割包围 战争远不是计算数学那么简单 乌克兰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不堪 俄罗斯也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神勇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经成为常态 莫斯科已经被袭击了几十次了 每一次袭击莫斯科机场都会启动地毯计划 暂时关闭 可以说俄罗斯人感到更多的是无奈 袭击俄本土近200次 很明显 俄罗斯防空系统已经处于弱势 为了防空 俄罗斯将千岛群岛S-400防空系统撤走 部署在了乌克兰前线真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啊 乌克兰还在不断的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试图将这座大桥彻底的拆除 9月2日俄国防部程摧毁两架乌克兰无人艇 一架无人机 这些都是奔着克里米亚大桥去的 此前 克里米亚大桥已经多次遭到袭击 俄罗斯除了在克里米亚大桥设置栅栏 还将六艘的船沉入大桥附近 试图阻挡乌军无人艇袭击 号称最坚固的克里米亚大桥 如今也战战兢兢的想要避免被袭击啊 一些鲍尔伊斯正在乌克兰安装反应装甲 准备发起更大的进攻 来看看俄乌战场最新消息 乌克兰正在稳步推进 俄罗斯正受制于后勤补给 不断的调动预备队增援 萨布罗尔地区乌军向维尔伯维 新普罗 科比夫卡 奥切列瓦托推进 俄军在卢布地涅 维尔伯维区域损失两辆坦克 乌军已经自西向东移动 拿下维尔伯维的也就几天的事情 之后乌军到达托克马克 可能至少有四条路线 而且乌军可以选择 攻击俄军薄弱地点 绕过雷区 特别是控制169M制高点后 经过新普罗 科比夫卡 或者绕到奥切列瓦托向南推进 俄军在扎布罗尔的12辆油管车 被乌军海马斯一次打击全部摧毁 乌军的主要目标不是占领城市 是消耗俄军有剩力量 切断俄军后勤补给 逼迫俄罗斯自己撤退 乌军现在为什么想要拆掉克里米亚大桥 不断地打击俄军的炮兵 加油设备仓库也是这个道理 维尔伯维拿下没什么难度 应该关注的是乌军如何多路突破 逼近托克马克 大约沃西尔地区 乌军攻击加维特内巴塞尼亚 斯塔罗姆利尼弗卡普里尤特内 推平整个战线 9月2日乌军已确认进入扎维特内 巴塞尼亚往南两公里就是更大 更具战略意义的斯塔罗姆利尼弗卡 一旦夺取斯塔罗姆利尼弗卡 前往托克马克 马里乌布尔都将不是问题 乌克兰攻势仍在继续 巴默特地区乌军有可能切断俄军 在南北裔的联系 对俄军分割包围 在比尔西弗卡 安德里弗卡 克里士奇弗卡 乌军第三旅等部队 正在加紧向俄军施压 战争研究所指出 乌军正在巴默特方向成功推进 赫尔松方向 乌军对奥列什基等地进行了猛烈炮击 目前没有最新的消息 库布扬斯克 斯瓦托克里米纳方向 俄军调走了很多空降部队 导致乌军趁机攻击这里 俄军压力很大 俄军正将训练不足的俄军 第25极端军部分部队 转移到库布扬斯克地区 将这里的第41极端军 部分部队转移到扎布尔地区 显然 俄军也知道最紧张的区域 是罗伯泰尼 维尔伯维 托克马克方向 扎布尔地区 俄军一架卡五二攻击直升机被击落 不少俄军再次被俘虏了 有些是自愿投降的 有些是被俘虏的 乌克兰无人机摧毁了位于 克里米纳的俄罗斯 第228团的戴奥库 俄罗斯T90A坦克和T72B坦克 被乌军在扎布尔方向摧毁 9月2日 乌克兰发布数据 俄军损失新增加570人 加12辆坦克 加24辆装甲车 加30门火炮 加一门多管火箭炮 加1防空系统 加12架无人机 加2枚巡航导弹 加34辆加油车 加4辆特种设备 对俄罗斯来说 又是昂贵损失的一天 对乌克兰反攻的进展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于9月1日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南部的反攻 取得显著进展 他也补充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俄罗斯第二道防线领域 取得了一些成功 一旦乌军突破了 第二条和第三条斯洛维京防线 那么俄军将没有任何机会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 接受媒体记者 纳塔利亚·莫塞丘克采访 布达诺夫表示 与俄罗斯和谈没有意义 还强调战争应该转移到 俄罗斯境内 即使夺取克里米亚 俄罗斯也不会进行核打击 荷兰比利时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援助 包括野战医院 伊维科装甲车等 美国确认 31辆M1埃布拉姆斯坦克 已经发货10辆 剩下的很快在本月初到货 五甲大楼官员确认 在即将推出的2.4亿到3.75亿美元援助计划中 将提供拼油弹 北约国家将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 约30艘舰艇和3000多名军人参与 模拟击退俄罗斯袭击北约成员国 泽连斯基将初期9月20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世界领导人年度会议 并参加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俄罗斯又有一名博主涉嫌抹黑俄军被拘捕了 此前包括罗曼诺夫等三名博主 因为暴露了俄军在赫尔松的各种问题被逮捕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利克西达尼洛夫表示 乌克兰一直在研究自己的导弹计划和无人机 即使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在1500公里之外 也不再是问题 俄的闪电站已经闪了558天了 士兵阵亡26万人 重武器已消耗的所剩无几 国内兵员枯竭 武器和后勤补给难以为继 目前处于被动防守 退避收缩和挨打的状态 军心民心发生了动摇 厌战反战情绪滋长 国际上更加重叛亲敌 孤立无援 为数不多的原本支持俄的国家 大多已先后转向立场 做出明智的选择 最近连中亚十国俄的传统势力范围都发联合声明 明确反对俄入亲屋 维护乌坎主权和领土完整 站队挺屋 外部挺俄的铁杆 国际势力还剩几许 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继续 此笑彼长 俄军事上的彻底失败 只是时间问题 兵败如山倒那一刻的出现 绝不会超过一年 普里格人事件表明 俄政权已从内部开始分裂 走上分崩离析的瓦解之路 政治上矛盾重重 各派势力互不信任 处处撤走 互相决利 矛盾已从暗处走向明处 民心在加速流失 普的权威已大大削弱 依靠强权和暴力 雇权逐渐失效 加上经济上的快速滑坡 百姓生活一落千丈 国民开始觉醒 民心思定 斯文 艳朴反朴将成主流民意 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俄内外形势互相作用 彼此催化 相互的促进和强化 呈现不可逆转的加速衰败趋势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会到来 世界很快就会听到冰雪的碎裂 大厦轰然倒塌的声音 极其巨大的回响 将震撼整个世界 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 外传普京将于十月来中国参加一带一路高峰会 这只是虚晃一招 意在宣誓俄在战争中胜券在握 其国内权力稳固 实则恰恰相反 这时候普京绝对不能 也不敢出国 他只能且必须归缩在 克里米林宫里苟延残喘 他的生命已开始倒地时 拭目以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